誒誒 我是幽默風趣弟弟我是阿尼 陽光開陽殘華洋異物雙拳的帥氣大哥哥 還你該可以進入金城武 大家好啊 歡迎回到我們的1019伺服器啦 各位那既然這個新年的年假已經過了 那我們就換回原本的Skin吧 我們頭上頂的東西也換回原本的小泥跟娃娃吧 那還記得在上一集的時候 我們建了這個熔煙水族箱 裡面養了很多隻的熔煙嘛 那其實我已經撈掉了一些了 上一集的時候啊 影片裡我有說嘛 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希望那些熔煙叫做什麼名字啊 那現在水族箱裡面的就是已經命名完的熔煙啦 那等等會大家來看一下到底命了什麼名喔 那還記得除了這個熔煙的命名以外 其實在好幾集之前 我們還有要幫這個工具武器來去做命名啊 到現在還沒有命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呢 三種工具 我都已經挑好了三個名字出來喔 那今天的話就是要把這些名字給抽出來啦 那首先是這個硬張鐵錘的部分 我挑的名字是這三個 頭錘 鋸錘 扁頭 然後還有終極大鐵錘喔 那我們也是跟之前一樣啊 就是把它丟進來 然後直接抽一個吧 來看看我們抽到什麼 欸我們抽到了頭錘喔 那我們就把這個名字複製下來 然後用到這個上面來吧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斧頭 斧頭的話是斧尼根 鐵頭 還有這個海尼根的海尼根 那我們一樣按下按鈕 看看我們抽到哪一個喔 我們抽到海尼根的海尼根 那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把名字給它複製下來 然後附在我們這個斧頭上面喔 再來是我們這個超巨大蘿蔔的鏟子喔 那名字分別有金波波 小波邊 然後還有巨大蘿蔔神奇的大蘿蔔 那我們就一樣把它丟進去 然後來抽一個吧 看看我們抽到了什麼 我們抽到了巨大蘿蔔神奇的大蘿蔔 好那我們把名字複製下來 然後貼到這上面來吧 我沒有等級了是不是 這個有這麼好等級了嗎 好看來我們需要來去終界 或者是地獄豬人塔一趟 我們要蒐集一下這個經驗值喔 那我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榮原啊 到底命了什麼名喔 那基本上影片底下有留言的名字啊 我都有把它命上去喔 大家可以看看有沒有你們取的名字在這邊啊 像這隻叫發財員 這個叫什麼 我是誰我在哪 水溝巨獸布丁石英 我記得還有一系列那種名字超長的 就跟我那個幽默風趣提提文算的一樣 光看的長文洋一無雙全的帥氣大哥哥一樣 長的那種名字 哎呀看來大家看我的影片還是有學到一些精髓的嘛 哈哈哈哈 開始會命名喔 好啦那我們就來去這個終界塔一趟吧 我們要這個經驗值來去做命名喔 如果各位喜歡這樣的影片啊 喜歡看到這個系列 喜歡看到我玩這樣的伺服器 不要忘了可以幫我在明天下點個讚耶 也可以留言跟我說你喜歡這樣的影片系列啊 如果各位有什麼想看到我在這個伺服器裡面做的事情 或者是想看到我玩什麼東西的話 都可以在明天下留言告訴我啊 好啦各位我把這個巨大蘿蔔的名字也給他附上去啦 那最近如果大家有在關注MyCraft的消息的話 就應該也聽說了蠻多1.20的東西了嘛 雖然說1.20版本到現在連一個標題都還沒有出來 但是我覺得啦應該在223月應該就要更新上去了 那1.20釋出之後啊 我們這個伺服器當然也會升級上去啦 如果這個更新內容的改動夠大的話 可能會考慮把這個伺服器裡的地圖洗白重新來過 所以啊我是打算要在1.20之前啊 趕快把我們這個玉水村給他建完啊 至少我們這片小麥田的範圍內我想要把它蓋滿來 如果從這個小地圖上面來看的話 我們好像也真的只有蓋不到一半 所以我們可能要加快一下進度了 那今天的話我就是要把這一塊預定定的建築給他完成起來啦 我們一直以來大部分的建築啊都是有一些功能性的嘛 像我那邊會有融入室啊 然後有釣魚屋啊 然後有這個馬舅啊之類的 幾乎每個建築我都有稍微給他一點功能啊 那這次當然也不例外 他不會單純是一個裝飾 這次的這個建築啊我是想要拿來當釀造室 裡面我們會放釀造台 然後還有一些箱子可以讓我們放釀造藥水的材料 那我框起來的形狀是一個十字嘛 那我是決定啦我要讓他變短一點 我要把他移到這一格來 然後中間這裡的話就一樣不便 我們一樣是這樣子放喔 這次的這個建築是比較特別一點喔 他的門口會是斜的 是從這邊進去喔 所以這邊應該是不會有柱子啦 欸當然也有可能我等一下見一見啦 又想要幫他蓋個柱子 呵呵 反正我很常這樣幹嘛對不對 好原本說不要 結果蓋一蓋覺得這樣好像比較好 然後就把它加上去 呵呵 欸建築就是這樣嘛 就是邊蓋邊拆嘛 偏拆邊蓋嘛對不對 合理啊 那我就先大致上把這個牆面啊 還有屋頂的形狀給他建出來吧 OK 花了一點時間 我大致上把整個外觀給完成了 那在剩下的部分呢 就是像這個屋頂底下的三角形 這部分把它填起來就沒問題了 再來就是我們內部的部分啊 那我們這個是釀造室嘛 所以我帶了很多釀造台喔 喔對先給大家來看一下我們這些建築的外觀好了 欸雖然說跟我們上次的冠軍碼就一樣是十字的 但是他整個外型跟上一次差很多喔 那我是先這樣子用一個橫的主屋頂喔 然後旁邊再延伸出來一個比較矮一點的屋頂 那另一面呢 則是像我們那個鐵匠鋪一樣 那種小棚子的感覺 從這邊延伸出來 然後因為主要的屋頂這個範圍太大了 所以我稍微做了一些窗戶來去裝飾 這樣子就比較沒那麼單調喔 那我們這個釀造台的部分啊 我是想要把它放在我們這個小棚子這邊 天花板的話我應該都會再把它鋪起來啦 等等再弄 我是打算要用這個階梯倒放 用成一個小櫥子的感覺這樣子弄 這邊也把它填起來好了 然後這邊就可以來放我們的釀造台啦 那我就不用什麼自動釀造了啦 然後另外這邊有個大空間嘛 這個空間的話我是想要來放我們的箱子喔 我們的釀造材料總是要有地方可以放 那我們底下放箱子上面放木桶 我覺得這個再高一格好了 往上弄 然後底下我們一樣也是擺上階梯 像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比較合理一點啊 才不會說那個木桶感覺好像懸空喔 那在天花板的部分我會再把它鋪起來 然後再來是因為這兩邊的話是入口的部分 所以就應該不會放東西啊 可能還是會放一些箱子之類的 到時候再看看喔 然後這邊我還要準備這個柵欄還有柵欄門喔 那我打算這樣子放放在這邊喔 有一個窗戶的小裝飾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地板也是一樣要用玉水整個鋪起來 然後天花板的話跟我們之前一樣 也是用鍛造台加上這個黑石的階梯 不過在那之前要先喔喔捆 來飛進我們家裡面 喔喔捆會比較安全一點啊 不然施工的時候一直有怪物來打擾 也是滿麻煩的一件事啊 那天花板的部分我們先把這個黑石給它鋪一圈 然後再來去鋪中間的鍛造台喔 因為我之前有一次蓋啊就是沒有算好高度 結果我蓋完之後才發現那個天花板太矮 要全部拆掉超麻煩的啦 外面的這個小棚子應該要重弄一下 可能這裡的天花板會稍微矮一點喔 我們應該這樣子鋪過來 然後這裡就可以直接放斷造台了 畢竟是小棚子嘛 他的天花板稍微矮一點也是滿合理的嘛 對吧 到這邊這樣子把它給圍過來 然後這邊就可以做一個銜接點 這邊我們這樣子鋪 然後這裡再來一個 好像有那麼一點矮 但是OK啦我覺得還行 唉唷 這邊的話剛剛好木桶是貼齊這個高度的 還不錯喔 那這個角落的部分啊 我想要跟之前一樣 就是放我們的中介組還有這個鎖鏈來去做裝飾喔 順便來增加一點光源啊 還不會說太暗 照理來說加了這個裝飾之後 我們應該是不用擔心亮度的問題 裡面應該可以不用放燈籠喔 這裡的話我應該會再把那個凝灰岩這樣鋪兩條出來 好再來就是我們的斷造台要把它鋪滿啦 其實中間空間好像還蠻大的對不對 我在想中間感覺可以來弄點東西 讓空間有點被浪費掉的感覺 有點可惜啊 啊我們來種那個地獄疙瘩好了啦 稍微種幾個地獄疙瘩來去做裝飾 之後我應該還是會來弄個地獄疙瘩農場啦 好啦各位我把這次的釀造屋內裝也給他弄好啦 那當然也包括我們這個外面的小麥田 有些地方是被我採掉的 或者是原本就是被挖掉的 那我把它補回去了喔 那過一陣子這些小麥就會變成熟階段 我們就不用管他了喔 那首先是我們這個釀造屋的入口啊 我把它改成了只剩一邊喔 原本是兩邊都可以進去嘛 那這邊我把它封起來了 那首先我們從這個入口進來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這邊多了一排的箱子 就一些儲物空間啦 但裡面都還是空的喔 那上面這裡我還有放這個挖光體啊 因為我發現這一塊會有點暗 所以在這邊稍微放了一下光源 然後這裡的話呢是另一個儲藏空間 但對也是空的 那再來是我們這個釀造的地方喔 那我們釀造台其實放的還蠻多的 之後如果真的有要釀藥水就可以來這邊釀啦 釀造台應該是很夠用的 然後我有放了一下這個終界竹來去做照明 然後裝飾的部分也是一樣喔 邊邊我有放這個終界竹加鎖鏈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小空間的話 我是拿來種的地獄疙瘩喔 因為感覺釀造屋好像還是要有個地方放地獄疙瘩 會看起來比較合理一點嘛對不對 不過就有點可惜上面這裡有點空 欸之後再來看有沒有什麼地圖會之類的 可以把它放在這吧 那基本上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啊 之後如果我們要再釀造東西就可以來這邊釀了喔 甚至說其實我很少會用到藥水啦 但是如果真的有藥的話 欸就可以過來 原本有想過要弄一個自動釀造機在裡面啦 但仔細想想會用到藥水的機會應該也不多了 所以就算啦 那接下來我們的建築預定點還剩下一個最大的這個對吧 這個蓋完之後 我們應該還會陸續的把其他的建築預定點給他弄出來喔 然後我們這邊的道路也會再延伸出去 用的更多條喔 喔對至於我們這個榮原水族箱呢 我應該就不打算用路了啦 因為仔細想想我們也不會有走過去的機會嘛對不對 除了我們這個小麥田的範圍以外 還有另一個也是拖很久的東西啊 就是我們這個黑曜石山啊 到現在還是光凸凸的 欸要說光凸凸的嗎 好像也不大對 他是黑黑的 好啦反正就是什麼都沒有 之後我們應該也要好好的來幫我們這個黑曜石山來設計一下喔 讓他變美觀一點 那每次大家都說這個很像沒有讀取到地圖你知道嗎 呵真的超像的一片黑 那當然如果各位有什麼想法的話也可以在影片下留言告訴我啊 如果各位有希望看到我在這個伺服器建立什麼樣的建築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下留言跟我說啊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拿開訂閱我 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 IG Twitter 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是Hannigan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